立法院教育委员会17号进行原住民体育人才培育现况 立委搞入一用就质疑原住民体育人才早就在体坛上发光发热 却迟迟没有经费计划补助 认为原民选手不被重视 对此教育部次长表示 近期已经拟定计划要来辅导优秀的体育选手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 原住民在台湾的体育界是非常有名的 常常是发光发热 结果呢我们还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来讨论说 我们怎么去培养人才 那这么多年了你们做出了什么 是有关这个优秀选手的一个补导的部分 那个行政院最近应该是9月10月份 才刚刚核定了一个十年的计划 那这十年计划总共就会要发有65亿 而立委成一建议现在体育选手退休后 多半是任职教练 但是一年一聘难给予选手保障 认为应该要比照原住民专任教师 以及明定原住民教练保障名额 你们去比照这个原住民的专任教师 那长远的把这个长远的这个计划来看 就是把它回归到这个国提法 而且你们里面还要明定一定比例的这个原住民 去做这个专任的教练 除了体育人才生涯规划 立委也痛批 教育部提出了前瞻基础建设 对有心要发展体育建设的偏乡地区不公平 因为要盖相关建筑 还必须自备30%的配合款 偏远地区县市根本拿不出来 越穷的县市拿不出30%的配合款 你是不是对于没有钱的县市 要改善基础建设的 我们的学校的体育 或者是要改善他的所谓的 全民运动的预算 是不公平的 操场跑道破烂了 年久失修 那本期都提出来 你们都不补助啊 理由是在说 你县政府没有配合款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部分是行政院整体的规定 中央对地方的一个 这个你们要检讨啊 依照他的财力等级来给予不住 你们不检讨的话 以后我们泰雅图拿金牌都很难 高金素媒最后也要求 教育部在一个月内提出 原住民体育人才培育的专案报告 必须拟定详细政策跟配合预算 必须拟定详细政策跟预算配合 保障原住民体育人才的未来发展 原则新闻当部六立法院 采访报导